好,那上次我們講到製作詳細資料的時候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重新再來做一些事情 首先呢,我們先來整理一下之前這個取得詳細資料這邊 這個是取得全部的資料 那這裡取得的資料 項裡面我們要多加一個控制項 來做一些屬性的控制 所以我們這邊要多加一個控制項 叫做State狀態 那預設的狀態呢 我們給它取名叫做Show 就是顯示就好了 所以這裡會多一個狀態 叫做State是Show的狀態 所以到時候會有Show的狀態 還有就是Edit的狀態 那它也一樣會傳到 以附加的方式傳到顯示頁去 那我們先來在這邊做看一下 這是不是傳出來的東西是怎樣 看它是不是真的有把這個Show的狀態加進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一開始上捷克的這個ID 後面這一串東西先把它刪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紀錄檔 果然會有顯示這個Show的狀態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來加以運用 所以它會多傳了一個叫做State的狀態 給這個編輯的地方 好 好 那我們這裡要用到的是View的一個功能 View它有一個功能 它是要做View 那因為我們剛才多傳了一個 一個叫State的 的資料進來 所以當我們這個資料 等於Show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它顯示在這裡 所以這裡就是 直接用DLV 顯示 10 那它也可以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把上面這個先複製一下 免得打那麼多字 那它如果是在編輯的狀態 那它就這邊 我們給它編輯中 顯示中 好 那 這個代表說 如果它這個 判斷它的這個狀態 是剛好跟這個一樣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 底下這個 的東西 那如果它是Edit的資料 它就顯示另外一個地方了 好 所以這個編輯狀態 我們底下這個是編輯狀態 所以我們把它扣過來 那這個都空格啦 好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 我先把它切開這樣比較好觀看 如果說 這個State的狀態是Show的話 它就會做這個顯示中 那如果是 切換成Edit的狀態的時候 就會 進入這個 我們之前用的可以編輯的狀態 好 把它儲存一下來看一下 點下去應該跑出顯示中 好 顯示中 好 那你看喔 如果說我們這裡 傳給它資料不是Show 是Edit的話 來看一下 它就會變成可以編輯的狀態 那我們先來做一下 然後把上面這串先給它複製一下 避免打太多東西啦 好 那這裡的話 就不會是顯示這個 我們就直接用這個文字把它放起來就可以了 所以它就直接把資料Show出來 那就沒有辦法編輯嘛 好 那我們是用這種兩個大括號的方式 所以這是View.js的功能 把它 全部 處理一下 好 你看 再次 好 那儲存一下 那記得我們先把這個預設值改回來秀啦 好 那這樣的話應該就會顯示出我們要的詳細資料的樣子 好 那就會變成課程編碼C2雲端樂團 資料是這樣子 那他就沒有辦法做編輯 那我們待會這邊會做一下 把修改跟刪除的按鈕做進來 那就可以點一下修改 那他就可以修改 點一下刪除就可以刪除了 所以我們先把這兩個鈕給處理掉 好 那他是在manager 那本來這邊有兩個鈕 我們就不要了 那我們這間給他 我們重新把他開起來看一下啦 好 那這樣就會比較一個一個的 那他點下去一樣就會去開啟他這個 資料 那這邊會有兩個按鈕 是編輯和刪除 我們就把他做在這邊 就沒有做在這個表上面啦 好 那我們接著要來做一下那個另外那個的編輯鈕 所以我們把他做在底下 好 那我們先來做編輯鈕 那編輯鈕也是一個叫做那個 結果這個 Type等於 Button的東西 Value 编辑 那他编辑的时候会绑定一个view的事件 那假设我们是绑定叫做edit edit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就会有一个按钮是button 那他会绑定一个edit的方法 是view的方法 那我们底下view一样要做一下那个edit的方法 好那我们来绑定一个方法 这是create 然后我们底下 记得用doha分开了 我们来绑定一些方法 massage 那有一个是edit 这个edit就是要跟这里的名字一样 那他就会点下去的时候他就跑来执行这里的东西 好那他执行的时候我们要去改变他的状态 刚才不是有多一个stats吗 把它变成edit 好我们先来这样看看 音乐律动 那底下会有一个编辑的按钮 点下去就会变成状态是edit的状态 所以他点下去之后上面这边就可以做编辑了 好那目前还是照我们所设想的哈 所以这个详细的资料这样是秀出来是没问题的 好那我们继续做编辑了哈 好所以要做编辑呢 我们编辑前应该要 存一个就是原始的状态啦 以免说我们万一不想编辑的时候要怎么去处理的话 好那么我们多做一个叫做claysnob 我们多做一个叫做claysnob 这个claysnob我们又是要用来做存它原始的资料啦 所以当你按下这个编辑钮的时候 他就要先把资料存进来 那存进来的资料是什么呢 list 这样先试一试了 我们把这个资料存先存给他 就是在编辑前 而且切换到编辑的状态啦 那编辑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应该想说编辑的状态 我们稍微把这个按钮的地方换一个位置 因为他这个编辑钮应该是一开始是在这个显示的状态下 那等你按下这个编辑的时候 我们编辑这边应该会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进行更新 那一个是取消啦 所以我们这边要做两个 那我们直接call这个按钮过来用 一个叫更新 就是说当你进入编辑状态的时候 他会有两个按钮 一个叫更新 那我们也是更新的时候也是触发一个动作 叫做update好了 他会触动update的方法 那一个叫取消 取消就是你编辑到一半的时候你发现 我不更新了 我不去做变动 那就叫做取消了 所以这个取消我们取名叫cancel 所以当你这个按钮按下去的时候 他会进入这个编辑状态 而且编辑状态里面会有更新跟取消 所以底下我们的方法会有更新跟取消 那我们先来做取消啦 因为更新可能需要动到后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来先做取消 好那取消呢 我们取消的话就是因为在编辑前 我们先存进去now了嘛 但是如果你在编辑中 这个class object是会变动的 所以当我们要取消的时候 就是再把这个相反的动作回来啦 我们再把原先预存的这个再存回去给他 而且呢 这个状态 会变成show的状态 那其实这个update这边我们 虽然还没开始做 但是因为他的状态也会是改成那个 应该不是说show的状态 应该也是show的状态啦 那他上面的时候会去做更新啦 上面还有一个叫做会去执行更新的动作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虽然现在还没有执行更新的动作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状态是怎样 好肢体戏剧 好那他就会显示肢体戏剧的地方 而且有编辑 应该是要再多一个叫做删除啦 好我们顺便先把他先暂时先做做进来 按钮先做进来 因为这个 比较一致性的地方 我们先做进来 但是功能先不做了 晚点再来做 好叫做删除 那删除也是要给他一个方法 就叫做dl 好那底下 所以你底下的view的JS的话 这边一样再多一个删除的方法 但是我们先控制 先不做 因为我们现在要先专心做一下编辑了 好那我们随便点一个 好所以他底下就会有编辑跟删除 两个 那我们来看编辑 点下去他就会跳过来可以编辑的状态 好那我们乱打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不要 我们就按取消 哎怎么会存进来 所以我们要确定一下 这个这样的话就有问题 因为我们希望是他不要存进来 那看起来他会联动 所以我们要想一下 怎样去 你要让他去联动的话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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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說如果是用這種指定的方式 Edit在哪裡 這樣直接指定過來是會去做連動的動作 Edit在哪裡